Hello,Beauty Exchange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惠斯雅 其實每一套電影都放了很多時間去做功課 但失眠可能是這六套裡面最特別的題材 是我入行以來第一次拍攝時代的東西 即是1940年 所以我要花更多的功課和想像力在這個角色 而且我自己本人都喜歡一些恐怖的東西 而且我喜歡一些角色是要我花很多時間去鑽研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可以讓我用那麼多時間去玩的角色 我從來接電影都沒有擔憂 這套電影的票房好不好我才接 這套電影是不是大陸電影 或者是否吸引一班我想吸引的人來看 我才接 我接電影我想我的原則就是 你有得讓我玩呢 有得讓我在角色裡面沉溺呢 我就已經接了 曾經試過沒有收入的時候 因為一段時間來真的沒有戲拍的時候 你會很擔心 那時候你會想 糟糕了 我是不是走得對呢 我是不是應該不繼續追夢呢 但當自己想 如果我不做演員 我做其他工作 我會做回珠寶 我是不是開心呢 但是賺到的錢是多 你是否滿足呢 那又不是 因為我是喜歡很多經歷的人來的 那我想每一份工作可以讓你每一次經歷不同的人生 就是每一部電影等於經歷了一個人的人生 那我想每一份工作可以令我可以這麼自在 這麼喜歡 那所以我就覺得 原來那一刻 想完想通了 我就覺得 一定沒有選錯了